理工科STEM专业在美国的就业机会是非常多的 增长也非常快 而现在理工科的留学生 目前中国学生在美国能够就业的人数 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首先美国劳工局的数据统计署 叫BLS它的数据显示 美国2021年STEM就业人数是988万 就将近1000万 预计未来10年增长10.8% 就是增加100万个就业 其他职业增长率平均只是4.9% 所以STEM的就业率是其他职业的两倍还要多 美国它以后是有非常多的新增的STEM就业的 但是从2022年美国移民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 在STEM的工作人员里 非美国本土人的比例持续增长 从2000年的16.4%涨到2019年的23.1% 其中印度排名第一 它占了30% 就是近三分之一 中国第二占11% 所以印度的STEM就业的人数差不多是中国的三倍 所以如果中国学生要更多的有人学STEM方向 那他当然也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那在美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 你说你有了美国的实际经验 挣美元谁不想要呢 那STEM 毕利业有三年的美国的实际的工作经验 你挣到工资 那时候再考虑或者回国或者留下 也不迟 所以只要方向对 咱们的中国的留学生并不输印度人 我是陈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